据央视新闻8月4日报道 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结束东盟 外长会后举行中外媒体会 王毅表示一些域外国家 主要是美国 把大规模战略性武器频繁开进本地区 尤其是南海地区 要武扬威 构成了对包括中国在内的 本地区国家的安全威胁和压力 成为本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面对不断增强的军事威胁和压力 中国当然要履行国际法赋予的自保权和自卫权 如果把防御举措戴上军事化的帽子 就是典型的颠倒黑白 任何了解基本事实的人士都不会同意 从报道中不难看出 中国外长对美国进行了公开点名批评 主要强调了一个基本事实 那就是中国在南海以及其他 相关问题的应对上是防御性质 和平味道很浓 绝不是美国所言的军事化 同时美国才是本地区军事化的最大推手 动辄炫耀武力 将航母等标志性军事力量开进南海 及中国周边对地区和平稳定 构成了重大威胁 美国颠倒黑白到打一耙的行径 不仅是恶劣的更是别有用心的 对此中国外长在会上进行公开点名批评 无疑表达了中国对美国相关行径的 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 中国多次强调 对南海及其附属岛屿具有无可争辩的主权 这在历史和法理上都已经经过严格的 充分的证明 但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 中国主动与南海相关国家进行沟通、协调 争取通过和平途径 成功解决相关问题 目前正在有条不紊的推进 日前新加坡外长宣布中国与东盟国家已救 南海行为准则单一磋商文本草案达成一致 王毅表示 只要我们排除外来干扰 准则磋商就能加速向前推进 事实将证明 中国和东盟国家有能力维护南海地区和平稳定 有能力通过磋商达成共同遵守的地区规则 这对于南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以及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 是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也具有标志性的意义 同时 给第三方势力的搅局破坏关上了大门 中美在南海方向的矛盾 从本质上而言 是霸权主义和中国捍卫国家主权的矛盾 是与外势力强行插手小局所引发的矛盾 是和平的正义力量与强权政治之间的矛盾 在21世纪的今天 凡是热爱和平的国家 都知道该怎么站队 凡是有是非感的国家 都知道该力挺中国 事实也证明 东盟国家已经看清了美国的丑陋面貌 认清了其可恶本质 那么就注定会与美国越走越远 最终分道扬镳 当然从某种程度上而言 仅有道义支持还是不够的 中国必须进一步加强自身力量建设 背后打狗棒 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别的不说 在中国家门口 中国有实力和信心挫败任何挑衅 中国不惹事 也绝不怕事 美国在南海及中国周边的所作所为 从本质上来说就是威胁 恫吓甚至敲诈 这在过去行不通 现在也行不通 将来更行不通 在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 不容妥协退让 更不容任何势力撒野 最后还是要把一句话送给美国 那就是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 任何组织 任何政党 在任何时候 以任何形式 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在优优优独播剧场上 绝不得 在任何人 剧场上 在评优独播剧场上 根本来就像 感谢 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